其實說投資理財,大家都知道要做 為什麼呢?因為你要退休,你要開銷 退休的時候你沒有錢,你沒有收入怎麼辦? 要想一個問題就是在你退休之後 你怎樣有足夠金錢去支付你退休的生活 在你退休之先,你怎樣管理財富呢? 管理財富不外乎幾樣東西 就是開完截流或者做投資 但你做開完截流和投資之先 其實你要對自己的財政創方很清楚才行 當提到要對自己的財政創方很清楚 大家第一樣想到的一件事就是要記帳 記帳這件事,可能你很小時候 爸爸慢慢都教你 你要記帳,你收多少錢,花多少錢,你要記錄 為什麼要記錄呢?因為你要知道你的錢去哪裡 不然你到每個月後 為什麼好像沒有錢剩的? 為什麼有時候多錢有時候少錢 其實你不知道自己的錢去哪裡 如果在網上查記帳這件事 其實記帳有很多方法 可能用Excel記帳 有些用Apps 有些可能用字筆 有些現在的白達通 或者信用卡公司 AliPay、WeChatPay 那些很好 那些你每做完一個交易 都會有記錄 你可以看看記錄 就知道自己花了什麼錢 但問題是什麼呢? 就是 如果你花錢的時候 未必每一次都用白達通 你可能你搭車是用白達通 但你買電器的時候 你未必是用白達通 你買電器的時候是用Visa 那這個問題就是 記帳的時候 你不停去看 究竟你白達通花了多少錢 Visa卡花了多少錢 那你這樣檢查一條數 你才知道自己花了多少錢 那這個是一個問題來的 但是如果我們怎樣去 就是把整個記帳 變得簡單容易呢 其實你要 就像這裡這樣 就做了一個 XL表 那這個XL表 就放在OneDrive的雲端那裡 那為什麼要放在雲端呢? 因為我們不是 時時刻刻都可以對著電腦 我們有時候可能出了街 如果出了街 我們有部iPad在手 或者我們有部電話在手 我們就可以去OneDrive 去update我們的transaction 那我就知道 我每一筆錢都可以即時記錄下 那我就不會有遺留 或者很少遺留了 要記多少錢 那為什麼記帳經常不成功呢? 因為很多時候 每一天 你很多開銷 乘車開銷 吃飯開銷 諸如此類 很小的開銷 你做了 但你回到家的時候想記 其實是記不到的 你不會記得 你回到青海時花了多少錢 或者你吃飯時花了多少錢 如果你一天 不記得 兩天 三天 你就會放棄 所以最好的辦法就是 你每次花錢 你都會記錄下 不管開銷 那我怎麼做呢? 我其實有一個Excel表 其實很簡單 Excel表 這是我的報表 我簡單說一下 那你會有收入 即是你的薪金 收股息 或者買賣賣股票 都可能有錢賺的利息 CAM保險 即是professional service 即是你可能自己有幾多 即是你自己有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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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錢收 另外就是開銷 開銷就是基本開支 即是醫食住行那些 最簡單的那些 有些可能自己進修 玩啊 維修啊 那些都是開銷 那這些可以自己改 自己加 加加減是好 不過我自己 即是做 即是平常的人 其實都是這些開銷 那就策略做了一個這樣的 報表 那好吧 那我體會 其實如果我每次 我有個開銷的時候 我會怎麼做呢? 每次開銷的時候 我會按這個 流水項目 記錄 那譬如 一月份的很多資料 即是剛剛說了一月 那我已經記錄了這些資料 大部分都記錄了 那譬如現在是 例如是2月份的 那我2月份 2024年的2月份 的譬如1號 那我去了搭車 去了搭車 那我會去 Expense 那裏 那裏 有一個Transportation 那來 減12元的 那12元 可能是搭巴士 可能搭KMB 那樣 例如 這件事 你會在報表 看到什麼呢? 你會看到 2月1號 交通 花了12元 那你應該在 報表上 你會在交通開銷 那裏 你會看到12元 我們看一下 那裏 報表那裏 2月 12元 在交通開銷 換言之 就是說 我們每入一條 的交易紀錄 會即時在報表上看到 那這個很重要 因為為什麼呢? 我要知道 我即時看到 我今個月 究竟是 有賺錢 沒有賺錢 即是有沒有剩下 那如果這樣看 我沒有收入 那就沒有剩下 那繼續吧 那好吧 那 24年 2月份 的2號 就是 2號 例如 那我收到 利息的 我做定期 我有利息收到 那印出先禁 那我收到利息 可能300元 那就300 300元 那時候 就 做個 打一個叫做 Fixed Deposit Income 即是你講回 是一個定期存款 Fixed Deposit Income 好了 那你打完之後 那你 理論上 因為你這個 2月份發生 有個利息收入 那這個報表應該 應該見到200元 你看看是不是 在報表 那你去回 上少少少的位置 那你見到有 不是200 300 是打了300 300元 所以這個 會有300元的 Income 那為什麼 要這樣去做呢 因為我每一個交易 我做了之後 賺錢 賺了300 洗了12元 那我便會即時看到 我究竟 今個月那個 究竟是有盈利 還是 是 賺錢 即是有沒有錢 我們可以即時更新 這些資料 還有 為什麼要用這個Excel 呢 其實可以再看多一點 譬如我好想知道 啊 究竟我 吃飯的 821元 即是 我會見到 1月份 1月份 吃飯 開燒 821元 那我就看了 究竟我想知道 821元 在哪裏 就是我吃了 哪一間的餐廳 那我怎樣看呢 其實很簡單 你去回這裏看 那它有記錄的嘛 那你就選擇 就是一個很簡單的 Filtr 那你 就不會 工作標 應該這個篩選項目 就1月了 1月 那我們又選擇這個篩選項目 就是食物 好啦 我們就看到 食物 我們吃了些什麼 吃了多少錢 那 22元一般 821元吃拉麵 80元吃火鍋 821元也是拉麵 821元也是拉麵 即是可能是 吃拉麵吃得比較貴 那平常吃便宜一點的 即是可能早餐吃這些麵包 那些就欠一些錢 那我們就會看到 那這裏1月份 1月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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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份的 1月份的 食物開支 821元 吃得最貴的就是一些拉麵 如果我們想省錢 或者吃便宜一點 不想吃那麼貴 我們就買減少吃拉麵 這件事 所以用這個 激動 即是篩選項目 我可以做一個很簡單的分析 究竟 你的食物 吃到哪裏 或者 或者 那些錢 花了哪裏 你要很清楚 還有這件事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隨時隨地的更新 不需要 說 我回到家 有電腦我先做 不需要 你只要有手機 上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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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Excel 去記錄你的開銷 最簡單的就是 你要培養一個習慣 就是 每一次你花了錢 或者有金錢交易的時候 你一定要記錄低 否則 你會把那個記錄 可能會遺留 但如果你養成一個好習慣 就是每次 收了錢 給了錢 都做了一個記錄的話 你這個記錄的方法 其實是很準確的 也都將整個 整個 整個收入 開始後 你的圖片會很清晰的 你會知道 哪裏賺錢 哪裏蝕錢 哪裏賺錢 哪裏賺得多 哪裏賺得多 賺錢的話 譬如你可能工資 你可能未必那麼容易增加 你可以其他方法 你可以是 可以收金錢 或者收金錢 或者做買賣 那他賺錢 你會見到 是有一個方法 將那個 貿易去推高 那這個是其中一個 就是我自己覺得 是可以 拿來做一個 就是 理財 的一個工具 所以 理財這件事 一定要做到 很簡單 很容易 很有生產力 很productive 還有你任何時間都要做到的 只要將這個 習慣去養成之後 你就會覺得 理財的第一步 記獎 其實一點都不難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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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